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音报导指出 台湾恶名嘎张的车辆驾驶 不平让行人与不尊重行人 行人道不拓宽 以及交通环境设施对行人极不友善 让人感受到威胁和不舒服 所以有了行人利欲这个名词 再联想到从小就常常听到的马路如虎口 我们以老虎为主角 绘制了一系列的原画设计 通过强烈 浮夸 有趣的方式 传达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周边商品的部分我们设计了安全帽 以及创意挡泥板 交通安全背心 还有一些大家日常会使用到的小物品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专题制作 让现代社会更注重行人用路安全 这是我们的主视觉 繁画世界名画 最后的晚餐 这是我们的视觉海报 红绿灯 这是什么 遇见现行老黄历 这是我们的文具礼盒 我爱文具 这是我们的霓虹屁屁车 这是我们的地狱马路虎 我们的地狱马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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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阿弥陀佛 不要撞我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阿弥陀佛 不要撞我 好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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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现行安全罪行 就是哪里啊 好可怕啊 好是 妈妈 入狱马路虎 睡着了 好蠢 我们都回来 快点